大家好 欢迎来到WallieMegasin 今天是2025年的9月19号 这一条是第一条片来的 今天也想跟大家说 有关科技 有关美股 有关科技发展 有关香港 为什么呢?AI争霸战 这场战现在非常白热化 基本上是两大阵营 由美国为首 美英等等 中国也发展AI 但是 大家都白热化 美国特朗普去State Wizard 历史性的第二次 带来很多科技企业 竟然签了 15000亿港币的一个投资 1500英镑 集中在科技 Infrastructure AI那些 等等 包括军事等等 摆明又如何? 摆明一切是一个联盟 另一边商 中国也升了级 去禁止 网信办禁止科技企业 用什么? 用美国晶片 禁止用NVIDIA 搞自主研发 企图如何? 完结美国的垄断 到底华为能不能搞定呢? 另一边商 香港施政报告出来了 李家超搞AI 李家超搞科技 好了 当然 不是只说 扔10亿来搞科技研究所 最主要是什么呢? 最主要是香港 到底它有什么角色 如何帮中国 在这一场 AI和科技 影响到国运的争霸战里面 扮一个席位呢? 去片! 在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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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可以的话 免费加入我的Patreon 作为后备 幸有如理的话 可以在Patreon 每个月请我喝咖啡 另外我有一个最高级的会员 有额外的内容 敏感的议题 以及一些付费的内容给大家 多谢大家 先讲第一个部分 Donald Trump去完英国三个月后 有去 第二次Stay Visit 历史性 没试过有美国总统 去两次Stay Visit 讲回消息 之前我看了盧头蛇 420个Billion 去英国投资 我都在想 有没有看错呢? 400多亿美金 后来不是 原来是说1500亿 我都等了一两天 才说这件事 我看到华文媒体 不要说华文 香港的媒体 没什么怎么报 大家知不知道有没有报呢? TVB有没有报这件事? 有 告诉我 如果没有报 就不行 这件事 不只是说英国 美国 全球的事 科技的事 大家香港 都有投资股票 投资性 很多事都要知道 即是说 其实我都觉得 香港的媒体都很努力 我也都看 大家都要继续支持 但是 不可以只看香港媒体 我经常说 不听YouTube这些台 都无所谓 你起码都要看 找一些外媒 不同国家的媒体去看 这个资讯 才是全面 你才不会有一个 资讯不平衡 如果你资讯不平衡 那你就会 根据一些 不知道 不全面的事 做一些决定 那你就会做错决定 好了 先说这件事 这是什么呢 根据BBC的报道 最新的了 英国政府宣布 成功争取到 美国企业 承诺未来 注资高达1500亿英镑 即15000亿港币 目标是创造7600个就业机会 这份是科技繁荣协议的 叫做Tech Prosperity Deal 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 和英国首相司纪燃 Kia Starmer 签署的 当中呢 当然有黄仁分 去投资20亿美金了 其实呢 他就说 你都知道 Sales Sales 一定是什么 Super Power 人工智慧 当然都有的 有很多东西的 是欠了Infrastructure 现在他说 你美国佬来的 帮你投资Infrastructure 这样说 当然 你都知道 Sales Sales 是老板 美国CEO Tag 亦都是Sales 你看Elon Musk 是售Tesla 等等 其实呢 他也说 第一大的AI大国是美国 接着是中国 接着第三是英国 我记得看了个访问 这样说 所以接着呢 是一个争霸战 接着呢 Microsoft 夸张 投资多少 投资300亿美金 即当中呢 是有220亿英镑 其中呢 最大一笔的投资 其实是来自美国的这个 这个 司务基金 叫做黑石 Blackstone 他会在未来 十年呢 在英国投放900亿英镑 但当然呢 细节呢 还未完全披露 还有呢 Google那些呢 都会投的 都是搞一些Data Center 等等 大家呢 都会在这里 最主要都是说 AI等等 那些 主要呢 是扩建呢 这个叫做黑特福德棍的数据中心 等等 Google就是搞这个 其他 还有些其他项目了 包括呢 房地产信托啊 一个叫做Pologics 他投资39亿英镑 发展呢 劍桥和Deventry的生命科学呢 和高端制造业 即是一些Life Science那些东西 咦 会不会又搞150岁的命啊 是不是听完月兵啊 听完去搞150岁 换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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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换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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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 国家层面除了职位 其实他们是在看地缘政治 在看国防、科技那种竞逐 另外Manton计划在格拉斯哥 去到Warrington和中部地区 会提供3000个职位 波音会在白明汉 改装两架美国军机737的飞机 这个其实是50年来 第一次在英国制作美国空军的飞机 这些就是军事上的东西 首相Kia Starmer 他认为对于英国的经济实益 是一个肯定 说真的,英国非常疲弱 我早前也出了一集 英国债都是令人忧虑 就是说他的挑战是忧心 显示英国仍然开放和有红衫 他当然是这么说 不过,现实有另一面 英国本身的本土制药公司 和美国制药公司 都反而缩减英国投资 其实英国的环境也挺困难的 不知道美国今次这样 投资万五亿 会不会又转去另一件事呢 做生命科技 军事科技 是不是真的可以 清霸AI、清霸科技呢 说回 其实英国也有很多很厉害的大学 除了英国那么夸张之外 到底 中国在做什么呢 中国也不是 躺平等你赢的 对不对 AI它的应用很多 又是蒸馏技术之类 很多东西 它是基于美国晶片 在那里做很多应用 但晶片好像输给美国 输得很远很远 但是呢 你都不要小看它了 刚刚金融时报的报道 另一边商 中国就出招 反而限制外国企业 中国的网信办 正式禁止科技企业 购买NVIDIA 最新的人工智能晶片 RTX Pro 6000D 受影响的公司 当然包括自制跳动 Brightdance TikTok的母企 阿里巴巴等等 其实呢 华为能够够够够呢 原本呢 他们打算订购几万粒 这些晶片 用在他们的伺服器 测试 但是呢 收到通知之后 立刻叫停供应商 这个禁令呢 范围比之前大 之前只是针对H20的晶片 现在呢 连6000D都不给买 原因是呢 中国监管部门认为 本土晶片的效能 已经跟NVIDIA的中国版 相当的了 甚至乎超越 是不是呢 是不是真的呢 当然啦 就是你说 喂 NVIDIA 卖给中国的晶片 是阉割版本来的 就是限制了很多东西的 而NVIDIA的CEO 王仁芬 在伦敦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承认对这个 是失望的 那他说呢 他只会呢 为一些想要他们晶片的国家呢 提供服务的 要不然呢 就不会在那里 serve他们的啦 这样啦 那中国呢 就加快推动自家的晶片啦 例如呢 华为 韩武纪 阿里巴巴 百度等等的半导公司呢 都被政府要求呢 要提交一些报告 叫他们呢 讲他们的产品 到底跟NVIDIA的比较是怎样呢 这样哦 那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啦 那中国呢 计划明年呢 将AI产品的产量呢 提升三倍啊 达到呢 足够供应的水平 那换句话来说呢 中国呢 已经发出呢 明确的信号啦 不要你NVIDIA啦 我要自主原法啦 哇 行啊 主席搞搞科技啊 要求呢 全面自给自足啦 是吧 天朝大国啦 自己全部都自己搞定了 不用靠人了 全部都是内循环啦 是吧 好了 那说回香港的情况啦 香港的情况啦 香港呢 刚刚有个施政报告 根据香港01的报导 香港方面呢 刚刚施政报告 2015呢 其中一样最大的焦点呢 就是呢 李家超搞人工智能 李家超搞科技啦 那就是呢 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啦 行政长官李家超呢 宣布成立呢 AI效能提升组啊 哇 又有一个office啊 是不是office 来的啊 组来的而已 Squad team 还是怎样啊 由政务师副师长大头 并且呢 引入业界副组长啦 统筹这个政府部门的 应用AI 重组流程啊 提升效率啊 优先处理和市民的接触多个部门啊 哦 可能他是不是搞checkbox啊 是吧 那都好的啊 以前没有现在搞了 不过呢 这件事呢 就公务员大惡啦 公务员用少些了 这样用AI 取得很多人手了 同时呢 政府呢 会预留10亿元 港币啊 即是一亿二千八百万美金 英镑呢 就是一亿英镑 在2026年呢 成立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啊 厉害啊 那么推动呢 上游的研发 和下游的应用 和成果的转发啦 那么北区的沙岭10公顷的数据圈呢 也都会照标啦 那么发展呢 就先进的算力设施 那么配合AI 和数据产业啦 不过那些美国公司 全部都不在这里搞数据中心啊 是吧 包括Meta啊 Google啊 等等啊 Microsoft那些 都没有在这里有数据中心啦 那么和呢 哇 就是香港用AI呢 就是很多呢 就是Google啊 那些是吧 OpenAI那些 都要用什么 都要搞到VPN啊 但是呢 不是啊 Elon Musk 都可以用了 那么 或者用大陆那些 Deepseek 是吧 或者 现在呢 中国自主原法了 那么可以帮手了 那么他说呢 就这些东西呢 这些设施 希望呢 配合AI产业的 那么说少少它的应用例子啦 接着后面 其实呢 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什么 怎样 怎样发挥的作用 后面再讲 那先讲了个应用先啦 政府的统计署呢 用AI自动提取 上市公司的财务资料啊 喂 其实我都经常用的 我用来报告给大家听 那还有呢 1823查询中心呢 就用语音AI呢 自动呢 就草耳回复 处理时间减三成 哇 挺厉害啊 就是用一些checkbox 那些呢 那未来呢 也都会有呢 AI语音的报案哦 那智能交通的疏度啦 AI助手支援 那智方便服务啊 那医疗数码 病理分析等等啊 那这些是AI应用 就不是很deep的去发展科技 发展科技好deep的 就刚才讲的 用一亿英镑啦 等于是 就做那个研究院啦 是吧 那另外呢 金管局也都会推广 第二期的AI沙盒啊 并且呢 建立这个AI模型的评估方法 加强呢 金融测试安全 那么呢 发展局呢 也都资助工程界引入AI 律政司呢 也都成立工作小组了 检视AI法律的配套 那政府还计划呢 以30亿元呢 前缘科技研究支援计划啦 吸引国际的顶尖AI学者来香港啦 他说呢 港投公司呢 已经投资了多家呢 AI的企业 包括呢 大型语言模型啦 云计算啦 AI药物啦 李家超强调呢 AI药物研发 我想起那个药培安心啊 叫做MediSafe 是吧 那件事真的很多流量啊 李家超强调呢 香港具备一国两制优势 未来呢 希望实现啊 内地的数据合规跨境流入河套原区 推动呢 科研和AI创新的喔 那这里呢 就是他那个 就是 哇好像很多部门啊 好像很多科技这样喔 但我记得之前呢 政府好像是拿了一笔钱呢 就投这个拿渣汽车啊 就是什么合纵新能源车 是吧 那结果呢 就是你都见到 签议又整天 2023年9月1号 是吧 香港科技园了 那就扔些钱下去 那又说你IPO啊 又说会在香港搞研发啊 这样那样 结果呢 拿渣汽车呢 被申请破产啊 是吧 刚刚的 20... 几个月前而已 2025年 是吧 那原来呢 政府扔了两亿美金进去喔 Oh no 是啦 那可能呢 即是不要紧要的 刚刚起步开始是吧 鼓励一下它啦 要放些时间呢 就可能呢 就将来不会这样 花钱了 这样浪费了 那其实呢 搞这些东西呢 都是很费劲的 就是都是 钱扔的资源又不是很足够 好像个个人很认真 是吧 但是呢 香港真正是发挥那个力量呢 你看到美英的合作就是呢 美国扔一大块钱 万几亿这样扔进去英国 而且呢 其实它不是只扔钱喔 它是那些科技公司喔 那些叫做strategic investor喔 因为那些公司是技术啊 加辅助啊 加那些know how啊等等呢 加钱这样去扔进去啦 那就不同 香港的角色就不同了 反过来 香港就不是说要中国扔很多钱过来喔 反过来 香港 怎样扔很多钱给中国啦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呢 大家现在都无可否认的 是吧 IPO啦 做很多IPO啦 内地的企业啦 它是自主研发的嘛 这个做AI啊 那个做AI啊 这个做晶片啊 那个做汽车啊 电动车啊 这个做这样那样呢 排队呢 二百多间来香港就上市了 接着大家唱好唱好唱好 一路唱啦 港交数啊等等呢 甚或乎呢 透过香港啊 甚或乎有些未知的公司 美国那些风险基金呢 扔进来香港那里 买中国那些股票都不定喔 那透过这样呢 人家英国呢 就要美国扔钱下去了 香港呢 就帮手 帮中国集资 令到它有多些钱呢 去消钱啦 去发展AI啊 研发啊等等各方面的东西啦 那所以呢 不要小看这么小的香港啦 就是在这个科技争霸战里面呢 香港扮演一个非常之重要的角色 但是它自己投的那些呢 我想很多经验还要吸取的 好啦 今集内容差不多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不妨在下面留言啦 大家都听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赞这条影片 分享给朋友 记得还没subscribe 要subscribe 可以的话 加入我的patreon 多谢收看 拜拜